哈里今天和你开箱 讲一下曼谷上车盘 Live成王之路 泰国No.1 AP和30 2014年开始的合作项目 看这几年的发展 先看个小小规模的Live Security 62 项目不是大 但近BTS 环境也好 所以也相当受欢迎 至于Live 1- 自从2019年8月收留之后 大家就明白 原来Live是可以做到这么漂亮 这样的价钱有这样的配套 而且环境也是最优质最贵的地段 难怪成为一时的佳话 另外一个在2017年的 楼花之王Live 哈苏玛丽 2020年开始收留 现在几乎完成收留的程序 项目简直是惊惠天人 这样的价钱进去 简直是住在六星级酒店的配套设施 位置又理想 难怪成为Ramalai的楼坝 Live Lapa Valley就刚刚开始收留 项目的设计就非常独特 会议套亦都开始营格 甚至是透明的泳池 自己的公园 三个的天制泳池 最新 未来会收留的 就是Live 阿属 Hype 都是在Ramalai地段 但它们就行营格路线 终于大家都知道 原来Live这样的价钱 都可以煮得这么有型 回所备到就不用说了 最后一个楼花 都已经是2019年 明年就大约落成了 就是在Talabu BTS隔离的Live 实堂市 这个项目都很受香港人欢迎 因为价钱非常非常非常合理 但又有公园 又有一百米长泳池 还有天台泳池 终于我们可以等到 一个Live最新的楼花项目 它会在曼谷市中心的市中心 今年十月就会开发 这个就是Live Rama 4 阿属 阔沛了两年 柳黄在燕 大家没理由会错过这个机会 密切留意预售登记的日期 我们万谷买楼123